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是福音主日 我们要借着一篇信息 他在那里 他在哪里 这篇信息 来向所有的目道的朋友 来介绍 说明基督徒是怎么样子 来面对今世的各样的苦难 其实在过去的这一年多来 我们大家都在这一个 新冠状病毒的 这一个四略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会听到一些目道的朋友 或者一些世人 问我们说 你们的神在哪里 也就是说他在哪里呢 那么有信心的基督徒 我们就可以有把握的 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质问 我们会告诉说他在那里 哪里跟那里 虽然只差一个阴阶 但是他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有信心的可以说他在那里 我们知道赞美之泉 有一首非常好的诗歌叫做 奔跑不放弃 这首诗歌里面是非常的激励 基督徒在难处中的时候 靠着主往前行 歌词里面有提到说 每个狂风暴雨里 你同在在那里 每个难处低谷里 你的恩典在那里 每个伤心失望里 你爱我爱到底 这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宣告 因为我们知道有真神 所以我们对于难处 不会在难处面前就崩溃了 就瓦解了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看到 今天的基督徒 有的时候在难处中 也会展现出一些疑惑的现象 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将 他在那里 这个肯定的语气 转换成他在哪里 这样子一个疑惑的一个说法 假如有一些基督徒是受到 那个偏差的成功神学的教导的时候 那么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我相信他们面对现在的挑战 就有更多的疑惑了 他们会发现 不再是什么心想事成 现在是心想事不准 梦想也不会实现 你多给神 神也没有多给你 还有一些那些习惯倚靠 一些先知说预言的 整天盼望先知告诉我 该怎么样怎么样做的人 现在他要面对一个疑惑 像这一个影响全世界的 这一个大灾难 这个疫情 没有一个先知 曾经事先的警告我们 到现在疫情已经一年了 也没有哪一个先知告诉我们说 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对那些自称为先知的人 现在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还有就是有一些人 如果你是听从那些虚假的 人为制造的那些假的神医的 那现在也要面对很多的挑战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在全世界对这个疫情都无解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看见哪一个神医的 能够出来提供一个对全世界的帮助 也没有啊 最需要他们展现 他们所说的那一些能力的时候 却没有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疑惑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就发现 除了还有少数的人硬撑在那里之外 许许多多的在这样偏差教导里面的基督徒 是受伤受伤再受伤 因此今天我们要以一篇信息 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些状况 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到 有一些艺人在受苦的时候 也有他们软弱的时候 比如说约伯 在他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攻击 跟苦难中的时候 他也会咒诅他自己的出身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表现 十许约翰被关在牢里的时候 他也拆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 那个我们要等候的那个人是你吗 那将要来的那个是你吗 他也有疑惑 圣经也记载我们看见 门徒在海上 船在海上行 遇到了大风浪 风浪环境是那么恶劣的 耶稣却睡着了 所以他们就跑起来叫起来说 说主啊救我们啊 我们要上命了 其实有的时候圣经也给我们看见 基督徒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困难前面 产生动摇的一个现象 因此今天我们要来向世人来介绍 我们虽然会有软弱 但是我们可以靠主再站起来 但是世人面对困难的时候 到底他该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这篇信息叫做 他在那里 还是他在哪里 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世人常常有的时候会看见 当一个大的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他在哪里 神怎么没有任何作为呢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我们的回应是第一个 神不是苦难的制造者 这个世界有各样的苦难 他的原因是因为 人不愿意尊神为大 人现在不是活在上帝所创造 那个甚好的伊甸园里面 人今天是在一个被罪恶捆绑的 无论是人个人也好 还是这一个被上帝创造的天地也好 都受了污染 今天我们看见 这一个苦难是人以自我为中心 而造成的结果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 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明 他说什么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 这节经文很清楚的说明了 今天的世人的光景 这节经文的前面 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也就是说当人谦卑一点 活在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 你会认知有一位神存在的 可是人的做法是什么 人明明看见是神的作为 他怎么样 他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结果自己就变成虚妄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成为今天这个世界 混乱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 今天生活在这一个 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现象里面 我们今天打开报纸上到网络 你可以看到各种混乱的现象 这种性解放 性自主 政治上面的一个 彼此的这样子的污蔑攻击 网络上面的这些 不存实虚伪的这些话 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很多人在这些里面 厌烦 伤心难过 我们必须很诚实的看一件事情 这些我们现在很受不了的现象 都不是神做的 那么是谁做的呢 是谁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个样子的 就是那些不尊神为大 不要神以自我为中心那个态度 所以当你觉得说 神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第一个你先要了解 这些苦难不是神造成的 不是神做了 看见苦难不知道怎么办 他只好走了 不是 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充其量只能说 神允许这些苦难发生 那么因此 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里面来看 我们就要回到一个问题 那么神为什么不作为呢 那么基督徒我们一个认识 就是神到底是他没有作为 还是说他的作为 跟我们的盼望不一样 我们老觉得神没有做 我们觉得神没有做的标准是什么 是神没有按照我要的方法去做 我们老希望那个神是阿拉丁神的 由我吩咐 我觉得他该做这个 我觉得他该做那个 因此当他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做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没有做 基督徒对这样子的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说 这边神自己宣告说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当我们以为神没有做的时候 是我们的意念来判断 但是神宣报他的意念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 天跟地差别多大 他的道路意念就超过我们多大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神没有做 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判断 今天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人对神的需要是什么 就是当一个苦难发生的时候 你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 零 好 可是神的智慧 神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 神要做的 他是自本 而不是自标 不是只是有苦难发生的 就把这个苦难拿去了 神乃是要处理 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发生 他要处理的是根本的问题 真正的爱 不是只是把苦难挪开 真正的爱 是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苦难的制造者 这是神的智慧 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世界充满各种 以自我中心而造成的苦难 上帝不是只是说 你继续活在自我中心里面 他就把苦难给你排除 他乃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人 不要再活在苦难 这种自我中心里面 这种不尊神为大里面 这些苦难都在提醒我们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到底是他没有做 还是我们乱做 上帝借着苦难在向我们说话 他不是没有做事情 他的意念 他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 第三个方向 我们也可以去思考的就是 当神允许苦难发生的时候 到底只是他在刑罚我们 惩罚我们 还是这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一个爱的提醒 当人落在苦难中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老天爷在罚我 老天爷不喜欢我 老天爷生气了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可是圣经一再告诉我们 当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 其实有更多的时候 正是神借着环境 展现他爱我们的本质 他不要我们继续活在错误里面 他让我们不要继续做一个错误的苦难的制造者 他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 所以神学上有一句话讲说 苦难是上帝的传身筒啊 没有苦难发生的时候 人都以为自己快跟神一样了 不要神 我就是神 等到苦难发生的时候 人才发现自己有限 自己能够做的 不像自己所讲的那么伟大 这一年多的这个新冠状病毒 全世界都服在这一个苦难之中 我们终于是发现 我们不是人定圣天双手万能 我们发现这个苦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很困难 许多的科学家用各样的方法去研究 但是他需要时间 他没有办法立刻处理 神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是在向我们说话 圣经告诉我们 神对于那些不尊他为大 不愿意接受他成为生命的主的那些世人 他的态度是什么 以西节诸十八章二十三节说 主耶和华说 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 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吗 能够存活吗 这是神的心意啊 我们老以为有一位天 有一位神坐在天上 一堆发怒了之后 把人统统杀光 不是的 圣经告诉我们 神喜悦那些不尊他为大的人 转回离开所行的恶道 然后能够存活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神爱人的 虽然人不爱神 人拒绝神 神还是爱我们的 这是圣经的宣告 那么对于圣徒呢 神也是一样 今天有的时候 圣徒活在软弱里面 有的时候虽然得救了 却仍然以自我为中 因为不肯在生命上做更新 神有的时候也借着环境 向我们说话 但是这样的说法是什么 难道就是他不高兴了 就打我们了 是不是 他是个爱的提醒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到十一节说 深深的父都是赞随几亿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 得什么益处呢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活出那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他说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益 管教的时候不舒服 但是对于那些经历 经历过并且在里面锻炼过的人 却结出平安的果子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 叫我们在他的圣洁里有份 所以你看见 神对于信徒也是一样 不是说你今天不高兴 不喜欢你了 就把你弃绝了 没有 他允许一些恶劣的环境发生 在环境里面上帝要锻炼我们 所以当一个苦难发生的时候 你觉得神不管 神没有不管 神一直在做事情 他有的时候允许苦难发生 那正是他爱的一个提醒 这是基督徒我们按着圣经真理 看今次的问题的时候 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 对神有真正信心的 就可以使我们在苦难里面仍然平静安稳 也就是说基督徒所认识的这位神 他借着圣经向我们宣告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 不像人所造的神 由我们自己定 我们封他为神 我们叫他是神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这个神闪上法案 这个神专管婚姻 那个神管发财 不是 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是真神 这个真神自己对我们有宣告 他宣告的是什么 第一个 神的自我宣告带来我们的安心 为什么 让我们认知我们所认知的这位真正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 神自己宣告说什么 耶和华在他面前 就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过 罪孽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大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 这里面提到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他说他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而且怎么样 他不会轻易发怒的 不是动不动就不高兴的 那个情绪不稳定的 不是这样子的 并且呢 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为我们存留的 但是呢 他也告诉我们说怎么样 他虽然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但是如果有的人执意犯罪 一定要活在罪恶之中 他也是一位圣洁的神 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换句话说 他不会看见罪说 视而不见 没有关系 我只有爱 你们继续活在你们的罪中 我反正就是爱你们的 好像今天有些人是这样宣告的 没有 神没有这样说 神说他虽然愿意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换句话说 如果你执意不回头 他要审判的 他的公义 他的诚实 要去面对这样子的处境的 他说 必追讨他的罪 致父及子直到三世代 这不是说 我父亲犯罪 儿子受罚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如果从圣经 更全面的看见 就是说 神对于罪的厌恶 罪也会一代一代的影响下去 但是神的恩典可以到前代 可以到永远 换句话说 你只要向神转回 你就有机会脱离这个罪的捆绑 这是神的宣告 所以你知道我们所信的 是个良善的神 是个好神 不是说他今天啊 动不动就刑罚我们 刑罚的时候 或者有苦难发生 他又躲掉了 不是 他是有恩典 有怜悯 在我们面前 并且是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我们存留的那一位 这是神的宣告 所以我们很放心啊 我们在神的宣告里面 很安心啊 第二个 他也借着一个事实 向我们证明 他对我们那个无比的爱 尝过高深永存的爱 约翰一书四章九节 这边宣告说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今天人在苦难中的时候 常常问问说 神在哪里 好像神不爱我们 一天到晚说 神爱世人 可是现在这苦难 都不管我们 不是的 神的道路意念 跟我们不一样 他老早在他的计划 在他的时间里面 做了那个权类 最需要的一个恩典 那个恩典是什么 就是差遣他的孩子 爱子 独生子 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铺平了那条神人之间的道路 神造了人 人不要神 神人的关系 人把他断绝了 但是神爱我们 神继续的 在他的实义里面 为人预备救恩 这是一个人 最需要的爱 好像我刚刚讲 人只希望上帝 治标 上帝治本 怎么治本 治本就是在这个地方 差遣他的爱子 为我们的罪 在十字之下 这样付上代价 让那个神人之间 因为罪而阻绝的关系 被耶稣基督的 在十字架上的作为 恢复了那个关系 那个因为罪要付的代价 他付了 这就是神的爱 然后我们如今 可以跟神恢复关系 这就是神对爱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爱 所以你看 当我们对神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相信神 所宣告的是真实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所信的是 是一位好神 是一位良善的神 是一位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的神 并且呢 他爱我们 为我们有永恒的计划 他做 他已经在历史上 做了这件事情 这是人类最需要的 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需要的 不是说苦难来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天的需要是向神转回 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 我们就不会成为 一个苦难的制造者 这个时候 这个世界的苦难 就慢慢挪开来 这是上帝的作为嘛 所以第一个 有信心的人 因为神有这样的宣告 我们就安心放心 不是说在苦难中 满天乌云 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也不知道 仓皇失措 基督徒有一个 信心的眼睛看见 我们所信的是这位 慈悲怜悯 爱我们的神 并且他已经在历史上 已经完成了救恩 他要救我们 并且要救到底的救 为此我们就放心 跟安心 这是我们对神的 一个认识 这是基督信仰里面 所讲的真神 不是人自己 所造的偶像 那么当我们对神 有这样子的一个 信心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在 每一个难处中 好像乌云满天的 这种处境里面 我们仍然可以做出 正确的抉择 基督徒在我们的 生命里面 我们在跟世人一样 同受苦难 那些说信耶稣之后 保平安保顺利 不会有灾难的 我过去一再讲 这不是按照 圣经真理所传讲的 那是人自己的想法 那个替上帝 乱开空头支票的 今天都在为 这样错误的讯息 自己要去付代价 圣经告诉我 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 神没有把我们 从世上抽离 但是因为我们对神 有足够正确的认识 我们在苦难中 我们仍然可以活出 有利健康的生命 第一个 圣经教导我们 基督徒学习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敬畏神 而有的智慧 人在难处中 需要智慧 需要力量 智慧从哪里来 我们用各样的方法 自己在那边 急急引引忙忙碌碌 最需要的一个智慧 是敬畏神 真言书第九章 第十节说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一个人 懂得来到神的面前 接受神成为生命的主 跟这位创造宇宙的神神 建立关系 这是最大的智慧 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的 这样子的操练 在一个逆境中的时候 更是重要 今天有的时候 有一些人只能在 顺境里面大声赞美神 逆境的时候不知所措 那不是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 你看见 他们常常在逆境中 就埋怨神 就抱怨神 没有水喝了 没有东西吃了 他们就抱怨神 这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 那是失败的一些见解 基督徒要学习 懂得敬畏神 有的时候 我们对于一个处境不了解 有的时候 对于神的意念道路高过我们 我们不是立刻就怀疑 立刻就埋怨 我们因为敬畏祂 因为知道祂是一位 怎么样子的神 我们懂得在祂面前安静下来 顺服下来 专心地走在和祂的心意里面 这是一个从主来的平静安稳 第二个 我们要在神的应许里面放心 约翰福音16章33节 这句话大家都熟悉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里面主耶稣的应许有两个对比 一个是在祂里面 一个在世上 他说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在他里面有平安 他里面是指什么 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里面 我们有平安 那为什么在世上有苦难 在他里面却有平安呢 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 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来自于撒旦 对我们的攻击 对我们的咒诅 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已经胜过 所以一个真正属乎神的人 神有这样子的应许在 我们就放心嘛 撒旦能够做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你不要怕他嘛 撒旦的作为 充其量只在今生影响你嘛 我们确实在永恒的盼望里面 好好过今生的一群人 我们老早就看穿了他的诡计 我们不要在他的这些 表面说谎的这些恐吓里面 失去方向 我们乃至在神的应许里面 有安心 第三个 我们在神 因为对神有这样认知 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一个 正确的抉择 就是做我们怎么样 应该做的 该做的 其他的 安心的交给神 在难处中 不要慌乱 不要害怕 我们可以在苦难中 勇敢的面对他 圣经里面给我们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我今天要特别要讲的 其实是以耶稣为主的一个榜样 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这指什么 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 所讲那些信心的伟人 他们在世的时候 在各样的处境里面 在难处中 在困难中 在顺境中 在逆境中 他们都对神有一个正确的信心 所以他们成为榜样 他们是成见证人 像这些见证人 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 那我们该知道怎么样 有那么多的先例 放在前面 我们该怎么做呢 他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重担有的时候 是来自于错误的价值观 脱去那残累我们的罪 这是老我生命里面带来的 然后怎么样 存心忍耐 要坚忍地活在怎么样 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神设定 给我们人生的使命跟目标 我们要走在那道路上面 然后怎么走法呢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神赐给我们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信心 祂是我们创始成中的 我们仰望祂 然后看看耶稣自己怎么做 他说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这你看见这是 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 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那些人嘲笑祂 上十字架之前 给祂穿纸袍 戴冠面 说你是犹太人的王 这样羞辱祂 在十字架上 人就说 祂如果是神的儿子 祂现在就可以下来 下来我就信祂 那些人就嘲讽祂 耶稣在世的时候 也是遭受各样的攻击 祭祀长文士 法律善人不断的 这样子的设计陷害的 但是怎么样 耶稣很清楚的一个方向 祂在神的面前 朝着祂的目标迈进 一直到祂十字架上 被钉死的时候 在人来看 圣经上描写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断气的时候 天地都黑暗了 很大的黑暗 撒旦猖狂得胜了 我把神的儿子钉死了 对人来讲 当时的人来讲 会认为说 惨了 门徒们也一样四散 跟随了耶稣三年半 看祂行了那么多成绩 听了祂讲了那么多的道 现在完了 他们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神的道路 高国人的道路 神的意念 高国人的意念 当人以为神完了 耶稣完了 耶稣死的时候 正是神救恩的完成 原本只在犹太人 里面的这一个信仰 他们跟随 他们的主在走的 因着耶稣完成的实事加上 如今福音向全世界展开 撒旦以为他得胜了 钉死了耶稣 其实正是神完成了救恩 福音开始向全人类展开 你从耶稣的身上看见 祂遭遇那么大的苦难 但是祂因为目标很清楚 方向很清楚 祂就能够存在那一个苦难 然后完成祂的使命 为全人类带来的祝福 你可以看见 祂就是做了祂该做的 安心的其他的交给神 所以祂在克西玛尼远的祷告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是要照你的意思 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 这个榜样今天对我们也是提醒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极黑暗的时候 好像神都不做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讲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为什么离弃我 你以为神没有做了 其实那时候正是神在做 极重要的时候 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 我们就突破了那层乌云 看见了神伟大的作为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 在神面前应有的一个态度 所以在每一个处境里面 逆境里面 做我们该做的吗 应该做的吗 其他的安心交给神 不要在一个难处里面 本分也不尽了 该做的也不做了 整天就知道挫折害怕担心 那失去了基督徒应有的一个见证 第四个方面 不要顺应世界 这个世代错误的潮流 站稳基督徒的立场 在难处中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单单是环境上的难处 有的时候是什么 是我们在信仰立场上 面对挑战 面对攻击 这时候怎么样 基督徒要学习一件事情 不要因为这个潮流 给我们带来的压力 我们就妥协 我们就放弃了 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提醒说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 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 是一个淫乱罪恶的 不尊神为大 个人偏行己路 我想这个世代我们今天就活在其中 我们清楚可以印证圣经的这一个宣告 那么这个世代所形成的价值观怎么样呢 会影响许多的人 基督徒要在这个情况的时候 会不会当作可耻的 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福音本是好东西 为什么变成耻呢 会羞耻的事情呢 因为他直接挑战这个世代 错误的价值观 那么基督徒要不要站位 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在一个平权法案的 一个表象的一个说法里面来讲 尊重每一个人自我的权利 所以同性恋的人行宽怎么样做就做 那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标准 我们反对同性恋的行为 但是我们接受同性恋的人 没有人听啊 他们就给你盖帽子啊 今天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觉得真正被霸凌的 现在已经不是同性恋者 而是基督徒了 你要怎么做 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们对于同性恋的时候 我们也要很谨慎小间魔徒子讲 有的人讲同性恋是个罪 这样子的讲法 对于非基督徒来讲 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们对于罪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对 今天以世界的标准来看 同性恋当然不是罪了 法律也没有定同性恋是罪啊 而且还不断的有这种开放 所以当你说他是罪的时候 他当然反对你嘛 我们认为同性恋是不合神心意的 是神认为罪的原因是说 第一个我们相信神的绝对真理 第二个我们认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所以上帝是造男造女 夫妻应该是一生一世 一男与女一夫一妻 是这样子的关系 因为有神相信神 并且按照神的真理而活 这是基督徒嘛 但是对于世人来讲 他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啊 哪里有神啊 没有神啊 有神你拿给我看 这是世人很荒谬的讲法 他不相信有神 他当然更不会接受圣经的标准 他不会接受圣经的标准 当然你讲他是罪人 他就反弹嘛 所以我们常常讲 对于一个不是基督徒来讲 我们对于同性恋者 我们的态度常常讲 我不同意你的行为 我不会那么快就告诉你罪 因为你对于罪的定义 跟我不一样 你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罪 圣经里面所讲的罪 你要先跟神建立了关系 维持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 你才知道什么 所以基督徒不要因为 世界上有不同的声音 我们就放弃了 今天非常遗憾的一点 是看见有一些牧者 称为是教会的传道人 却在真理上妥协 偏差 曲解了神的爱 高举神的爱 却把神的圣洁公义都视而不见 这样子的做法 很讨人的喜欢 可是这样的做法 一个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你使人失去了一个向神转回的机会 如果活在一个不合神的心意里面 你却认为那个心意是正确的 他干嘛要悔改 他不需要悔改 他干嘛要改变 他不需要改变 这种迎合世界的作为 是错误的 我们要按照圣经真理负责任的讲 勉强的去找一些解经的书来 扭曲那个圣经的原意 来复合自己的主张 这是一个很偏差的一个作为 如果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那真神 我们在逆境中做的一个正确的抉择 就是站稳我们的立场 我们不向这个世代错误的立场妥协 我们要站稳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你相信有真神 你就有信心有把握的 按着他的真理而行 第五个 一个真正相信有真诚的人 在一个困难处境的一个处境里面 他能够在错误中 找到一个向神转回的正确方向 这很重要的 今天有的时候 人在一个错误中会有几个现象 第一个在错误中 哇神已经不要我了 神弃绝我了 算了我就自生自灭 我就自我放弃算了 你看见这个世界有许多人 到最后选择自杀就是这样 人生已经没有方向了 世人也不爱我们 我也没有价值 干脆弃死算了 基督徒在错误之中不是这样子 基督徒也会犯错 但是基督徒在犯错中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恩典 靠着神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我们向神转回 这个向神转回 是一个反败为胜 扭转乾坤的一个关键 大卫 这个虽然是被神拣选的王 在他的生命里面 也有非常软弱的时候 他杀人夫 夺人妻 以后神指责他 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 十七节他自己说什么 他说神所要的祭 上帝要的祭是什么 要你杀牛杀羊 他缺牛缺羊吗 他还在上面吃牛喝 吃牛吃羊吗 不是 上帝真正所需要的人 献给他的是什么呢 是忧伤的灵 他说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大卫向神转回 他犯了一个 从人世间来看 也是死刑的 极卑劣的一个罪行 但是他有一个态度 向神转回 他说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一个在神认知神的一个真理 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 就算你在困难 痛苦苦难之中 你还懂得在罪里面 向神转回 圣经给我们看见 当大卫这样子的夺人气之后 也不是说 我认罪就算了 上帝就赦免就没事了 圣经给我们看见 大卫付了很大的代价 其中一个代价 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压沙龙背叛他 压沙龙叫杀他 他连夜离开耶路撒人逃走 在逃走的时候 碰到一个人叫四美 这个四美是扫罗族的人 是变雅敏人 是扫罗一族的人 你知道大卫 后来承接了扫罗的王位 这个人看见大卫遭难了 你现在倒了没了 他就拿石头 扬灰 攻击大卫 大卫在逃难的时候 身边还有好多勇士 所以有些人就说 我们把他杀了 大卫说什么 大卫说 由他咒骂吧 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大卫在一个难处 在一个苦难 在一个痛苦 在一个管教里面 他能够清楚地看到 是自己的责任 而不是先责怪神 他没有说 怎么搞得我已经落难到这样子的 连这一个贩夫走毒都这样子羞辱我 杀了他吧 没有 大卫看见 看见什么 这个人会这样对我 是因为神叫他这样对我 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他在一个难处里面 不是怪神 你什么都没做 他乃是看见说 神啊 你借着环境向我说话 我当年杀人夫夺人妻 现在我遭受这样子的羞辱 那是我应得的 但是我愿意向你转回 所以 一个人在认知神的情况之下 他在难处之中的时候 他不会硬的头皮撑到底 错到底 他向神转回 而且怎么样 他不会在罪中淡眼 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看见有一些人的软弱 就是在罪里面 一直活在罪中 不肯出来 享受罪中之乐 或者被罪捆绑 其实基督徒靠着神 是有能力胜过罪的 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讲说 千万不要我们藐视神的丰富的恩赐 宽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赐是令我们悔改 这句话怎么讲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你犯罪 神没有立刻刑罚你 没有立刻的处理你的情况之下 不是神视而不见 不是神宽大为怀 神是在忍耐宽容 目的是什么 要你回头啊 赶快回头啊 所以我在这边也再次的呼吁基督徒 若是你是因为犯罪 落在苦难里面 赶快回头 不要藐视神的恩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今天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知道他在那里 不是他在哪里 他一直在那里 我们就应该学习活在光中 今天这个世界 用很多的方法引诱人 我最近一再的提醒 所有的基督徒要活出 分别为圣圣洁的生活 我们中国人讲啊 男追女 隔从三啊 三一样那么多很难啊 女追男的隔成三啊 现在各样的引诱犯罪的现象 出处可见的 你怎么能够胜过 如果我知道他在那里 神在那里 我就懂得靠得住 保守我的心怀意念 你就不会跨出 那个错误的一步嘛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第三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及时的离开罪恶 向神转会 这也是我们 因为知道他在那里 我们就可以在苦难之中 走出正确的一个抉择 我们要胜过罪 不要让罪长成 雅各书一章十五节的话 大家都会背 私欲即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 这是一步一步的来的 今天有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在做婚姻辅导 发现有一些 在婚姻上面的偏差行为 一些婚外情 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刚开始 哎呀只是爱心的接待 刚开始只是谈得来的两个人 结果界线越来越松 越来越松 圣灵的提醒也不听 自己还觉得自己 人到中年了 还仍然有吸引力 就沉醉在这种 错误的这种拯救感里面 一步一步走下去 结果活在罪中 却丧失了神 真正赐福的那个家庭 所以 如果你知道他在哪里 如果你走偏了 赶快向他转回 不要单言在罪里面 及时的转回 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一个途径 所以 虽然这个世界有苦难 但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面 仍然做对的事情 仍然做出正确的抉择 这个抉择是充满力量 这是基督徒的福气 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 你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气 但是这样的福气 不是指限于基督徒 你若是愿意 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 这样的福气就临到你身上 你可以得到 你可以胜罪有利 你可以在苦难之中 做出正确的解释 那么最后我要向大家来介绍 那么在苦难中 基督徒是怎么样子的有这个力量来面对呢 我们要怎么样做法呢 基督徒我们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对神的态度 是坚心依赖神 不论在顺境逆境之中 我们都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是坚心 是站稳来的 以赛亚说26章3到40节说 坚心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倚靠你 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 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 他是那个稳定的 倚靠他不会有问题的那一位 站稳来的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那个但一里的三个朋友 面对尼布甲尼撒王的挑战的时候 要夺他们的命了 他们说怎么样 神会有他的作为的 急或不来 也就是说上帝如果没有照着 我所想的方式来成就的时候 我仍然不信你 我仍然尊神伟大 这就是一个态度 但一里的三个朋友 向我们展现的一个态度 就是坚心依赖耶和华 他们跟神的关系不是交易的 你给我好我就给你好 像今天错误的讲法 你多给神神就多给你 不是的 我们什么都没有给神的时候 神已经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 如今神爱我们 要我们活出正确的态度 这三个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展现出来 我相信神有作为 哪怕那个作为不照我的方式做 急或不来 他没有救我们脱离那个火 火摇的那个刑法的情况下 我也不信你 尼布甲尼撒 你们的甲神 我仍然专一跟终身 这是基督徒对神的一个态度 第二个我们也要像炉藏 树藏般的与神建立美好 亲密的关系 我们看到那个但以理的见证 但以理在波斯王年经被人陷害的时候 人家利用王的这种自大 结果设下一条计谋 要把战役丢在斯斯坑里 战役听到这个香气怎么样 树藏他回到楼上 回到他自己的房间 打开面像耶路撒冷的床屋 如藏树藏一样的 一天三次敬拜神 这是一个平常在生活里面有锻炼的 一个基督徒 一个人如果在平常 没有一个认真敬前的锻炼 与神的关系 你就很难在难处中的时候 你能够活出那个强而有力的生命见证 如果我们是长期不理会圣灵的感动 也对于圣经的教导 很轻忽不理的人 在教会里面到处自以为 自以为自己也好的 这样子的人 你不可能在逆经的时候 会有生命力的 所以我们是平常跟神建立关系 怎么建立 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卸罪人的座位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给我们看见 一个属神的人 他跟神是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他是分别为圣的 他跟那个恶人 罪人 卸罪人 之间是断开关系的 然后他断开这些关系以后呢 他是喜爱神的话语 喜爱明白 遵从神的话语 这个人是有福的 这就是我们在平常就要建立起的关系 所以我也一再提醒 其中途在难处中 不要因为神不见了 我就会跑到他去 越是难处中 你越要来亲近神 苦难有两种现象可以回应他 一个在苦难面前 失败软弱跌倒跑掉了 一个在苦难面前紧紧地抓住神 你如果要紧紧地抓住神 为什么只在苦难中抓住呢 你在平常就跟神为成建立的关系 那样子产生的生命力 使你面对苦难的时候 你是强而有力的 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第三个 在人与神的关系里面 在苦难之中 神还给我们看见 在难处中 他仍然指引我们 以三亚书三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很清楚的一个神的一个说明 他说怎么样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 以困苦给你当水 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 难处中的时候 你以为神不在了吗 他一直在那里 他在那里 不是他在哪里不见 他在那里 他也向我们说话 但是你听得见吗 以赛亚的年间 亚哈斯王到处乱跑 听不见神的声音 他的老我太大 神记得这段经文提醒他 虽然你的环境上 艰难给你当饼 困苦给你当水 环境是坚恶劣的 但是神没有放弃你 神没有放弃你 神没有弃绝你 祂仍然带领你 那么你听得见吗 今天我们比亚哈斯王的时候 幸福的多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全辈的圣经 我们有圣灵的感动 在难处之中 神随时借着祂的话 借着祂的灵 带领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 那是正路 我们要行在其间 这是在苦难中 我们跟神的各关系 那么对我们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基督徒在苦难中学习尽本分不懈怠 要为主活出那个胜过难处的那个生命见证 菲律比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是一个极好的提醒 他说怎么样 他说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尾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这个世界实在是充满了各样的混乱 很糟糕的一个情形 他说但我们怎么样 我们不是咒诅啊 我们要做什么呢 他说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被神放在这个世代中 做什么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现出来 换句话说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 这个领受从神而来的 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见证神 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 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都给我们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会带出我们生活的方向跟动力 今天不论你是在各行各业里面 你是工程师 你是医师 你是律师 你是会计师 或者你是教师 你是一般各样的行业里面的 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尊贵的 这个尊贵都带来神对你对我的一个使命 我们要在神的使命里面 按着祂的心意 发挥那个神要我们做的 做什么呢 要在这个世代怎么样 好像明光照耀 虽然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接受光 但是我们仍然要靠着主继续发光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 神不会问我们说 你在市场你赚了多少钱 你有多少学位有多高 你在公司里面担任什么职位 神会告诉问我们是说 在祂所允许赐给我们的每一个职位上面 职份上面 我们有没有如明光照耀 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使命的见证 这是我们的 如果我们认知了 这个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 共同的使命感的时候 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生活的动力 通通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带动的一个方向 让我们能够奋力向前 这是神给我们的 然后呢 我们也要再学习一个对自己的方面来讲 接受神苦难中 精炼我们的属灵生命 神没有把基督徒从苦难中抽开 神让基督徒在苦难之中 难道他就不管我们了吗 不是啊 圣经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 神可以化腐朽为成奇 神也可以化咒诅为祝福 你苦难看起来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态度 面对苦难 这些难处就转化成对我们的造就 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 很清楚地讲到说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怎么样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在每一个难处里面 如果神没有把那个难处拿开 那个难处也不是因为我犯罪 如果是因为我犯罪 我们就要像前面一样认罪 悔改赶快脱离那个罪 如果也不是 神仍然允许那个处境发生 神就可以在那个附近里面 造就每一个属乎他的儿女 患难生忍耐 就是你坚忍住 忍耐生老恋 老恋指的是一个成熟的生命表现 你可以看见 如果我们对神有足够的信心 我们就可以在每一个处境里面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接受 然后在那环境里面 继续活出正确的态度 你看看旧约圣经里面 约瑟大卫 这两个被神重用的人 他们的早年 都是经历过各样的苦难的 莫名其妙的苦难 一个被亲兄弟所卖 一个被高了之后做王之后 就被当时的王所逼迫 但是他们在难处里面 神给我们看见 神没有把他们难处拿开 但是神在每个难处中与他们同在 然后他们在难处中被神锻炼 那其中最大的一个锻炼 就是对神的信心 他们懂得倚靠神 懂得尊神为大 懂得做每一个抉择的时候 不是我要怎么样做 乃是神你要我怎么做 这两个人就被神装备 在难处中装备 以后一个成为埃及的宰相 一个成为以色列国的君王 你看见 他们在困难里面 因为选择了正确的回应方法 他们就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被神装备 被神造就 成为一个被神所喜悦 能够完成神旨意的人 很清楚的 所以今天我也是一样 在这边也呼吁所有属神的儿女 我们在困难之中 不要只看见难处 要看见既然神允许难处 存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定对我们属灵的生命 有更好的造就的一个机会 我今天特别也提出 一个属灵生命上 需要大家一同来学的 习的 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习 劳恕的工作 人与人之间会冲突 有的时候你对不起我 有的时候我对不起你 有的时候会伤害 你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 神常常要我们在受伤的情况之下 学习劳恕对方 这是很厉害的 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今天有的时候一个人被捆绑住 就是因为一个不肯劳恕的心 把我们牢笼住 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如果不劳恕人 天上的父也不劳恕我们 这是好重要的一个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跟人斤斤计较 我们紧抓住不放 我们老觉得别人对不起我们 老是别人冒犯我们 错 我们冒犯神多少 神都算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在难处里面 继续操练正确的生命 我们学习对那些恶待我们的人 我们不要以恶报恶 我们要以善胜恶 所以学习劳恕的功课很重要 什么时候我们学会的这个功课 其实是我们自己得到释放 这是一个很美的学习 所以在难处中 我们还可以学功课 难处中不是只有退缩 害怕 任天 任命 宿命认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是 我们在难处中 有非常美好的 神允许的功课要学习 最后对自己的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要做的就是 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表 他从来不务实 也不务实 你对这位全知全能的神 有这样子的信心吗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 主所应许的上位成就 有人 有人 性情软弱的人 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成人 乃愿人人都悔改 我们在护教学里面讲过 这个世界仍然有苦难 有人认为神不见了 神无能 这个世界仍然有苦难 正是神写明他爱我们的作为 因为有苦难的同时 神的恩门 救恩的门仍然打开 今天的苦难都不是最后的审判 今天的苦难仍然都是神爱的管教 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救恩里面来 有一个终极的审判来临的时候 所有的苦难都结束 但是那个结束的同时 也是恩典结束的时候 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所以今天有的时候 神宽了我们嘛 他希望我们 不要我们一个人承认 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我们所有属神的人 有信心的 知道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人承认的 我们就在苦难里面 等候主的作为 靠着主往前行 这是我们正确的态度 所以你看见基督徒 在一个男主中 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知 对我们自己 也有一个恰当的安排 然后呢 我们也在他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整个教会群体 应该做出什么样子的回应呢 第一个 在教会的群体里面 要学习操练属灵的生命 教会要发挥力量 互相关怀和支持 当主耶稣认到 最后的审判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有一个王啊 他在做审判之后 他怎么说呢 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五节三十四 到四十节说 于是王要向那 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赴赐福的 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就这些人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 在审判的时候 最后进到神的国里面 是哪些人呢 他说怎么样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肉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来看顾我 我在医院里 我在监牢里 你们来看我 那些被神称赞的义人 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看见你饿了给你吃啊 你渴了给你喝啊 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旅 我们就留你住在住下来呢 或者是你赤身肉体 我就给你穿呢 又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 我们去看你 我们或者在监里 我们来看你呢 这个王怎么回答 这个比喻里面 王是什么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 有没有一些 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 饿了 渴了 没有地方住 赤身肉体 没有衣服穿 病了 或者为真道受苦 坐在牢里面呢 我们有没有关怀他们 在苦难中 这些事情都存在 我们面对苦难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就发挥 那个在主里一家的精神 我们就彼此关怀 这就是说 你在难处之中 你不会只是退缩 不知道说错 好多事情该我们做的 你看见别人的需要 我常常在祷告会的时候 勉敌弟兄姊妹 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 敏锐的看见圣灵的感动 敏锐的看见别人的需要 那个在今世富足的 神给我们有多余的 不是教我们在那边自高自大 在那边炫富 就怕别人不知道我有什么 而是说我们懂得 把神所赐给我们的 分给别人 施比受更有福 我们一同来操练 这个操练 在困难的环境中 特别有效 平常都在顺境的时候 你还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在难处之中 我们更可以活出 这是我们回应神 基督徒原而有利的一个生命力 第二个我们要学习 以永恒的眼光 来了解神美善的作为 今天有的时候 人在苦难里面 没有力量 软弱 跌到地上 挫折 失败 主要的都是 我们错误的 以经事作为衡量 一切事情 唯一的标准 好像这个世界 我离开 我死了 我苦难里面 我没有机会了 我就什么都完了 基督徒要学习 经事很重要 但是我们是在神 救恩里面 在永恒的角度里面 来看经事 你就不会像希伯来书里面 一生怕死的人 基督徒知道死亡的状况 我们已经在神的救恩里面 超越了死亡给我们的威胁 为此 我们就能够有力的面对今生 我们不会被这些东西吓到 说哎呀要死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死都不怕了 你还怕什么呢 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 约翰福音第十章27到29节 主耶稣自己说的 他说什么 他说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主知道我们 我们不是那个 没有牧羊人的羊 到处乱飘 主认识我们 怎么样 他说他们也跟着我 跟主耶稣建立关系 有一个很重要 是跟随他的 他说怎么样 下面很重要 是主耶稣的应许 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这是一个主耶稣所认识的 这是听主耶稣的话 跟随主耶稣的人 主耶稣的应许 我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好像约翰福音三章16节 讲说怎么样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他们怎么样 不致灭亡 凡得永生 真的应许都在这边 下面 主耶稣说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 双重的保证 主耶稣 我们恶者不能把我们 从他的手中夺去 恶者也不能把我们 从父的手中 天父的手中夺去 你说不对啊 有些基督徒不是就是在 今世就倒倒门 就死掉了吗 那是因为你用 有限的今生来衡量一切 圣经一再给我们看见 带着永恒的眼光 看今生 你就会回复出 不一样的生命力 今天为什么有的时候 有些基督徒 在真理前面会软弱 会跌倒 都以今生为衡量的标准 我忘记了 主耶稣不是说吗 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 唯有能够把身体跟灵魂 都抛在地狱里的 那个倒要怕他 所以我们要有个态度 基督徒不是像一个 蟒夫一样 不怕死 我们是知道死的状况 在神的旨意里面 知道若非神允许 也没有人可以 把我们的生命夺去 若是主允许 我们就在永恒里面 与主同在 因此我今天可以 安心放心的过每一天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观念 这个观念 让我们在苦难中 充满了力量去面对 所以今天的这一篇信息 向所有的目道有介绍 也是鼓励基督徒 如果你对神的一个认知是 他在哪里 不知道哪里去了 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产生挫败 软弱 迷失 因为他不见了 我们信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变得跟偶像一样 但是如果你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是 他在那里 无论任何的处境里面 他都存在 他仍然在那个地方 他仍然在做事 他从来没有不做事 只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 为此我们放心的跟着他走的 我们就产生信心的宣告 我们能够平静安稳的在苦难之中 并且我们能够有力的前行 这是信耶稣真正的好处 信耶稣不是心想事成的 要什么有什么尽量做梦 信耶稣是在生命里面有力量 在这个有罪和邪恶淫乱的世代里面 活出那个分别为生的生命 并且在这样子的生命里面 领受神所赐 人所不能夺去的福分 有生真好 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他始终在那里 因此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有力的去面对今世的苦难 并且活出值得喝彩的生命见证 他在那里 我们放心 如果你一直在问他在哪里 今天神告诉你 他一直都在那里 转向神 活出生命的力量 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来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 主我们谢谢你 这世上虽然有苦难 但是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 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你向我们宣告 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的发怒的那一位 你是爱我们到底永不改变的那一位 因此我们在主面前放心安心的跟着你的脚中行 帮助你的儿女在苦难中 做出每一个正确的抉择 帮助我们每一天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 操练属灵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苦难之中 我们不但不会迷失 我们能够站立的更稳 让我们在新的生命里面 享受你从天上所赐给我们 主般美善的恩福 谢谢主 因为认识你 因为有你 我们得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 我们去见证 你是那位又真又活 又爱我们到底永不改变的神 谢谢主 帮助我们在这个淫乱 悖逆的时代里面 我们都能够活出生命之道 活出那个与你圣洁有分 圣洁的生命来 谢谢主的恩典 我们这样感恩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现在 要奉主耶稣所赐给的权柄 为各位祝福 将属天的福分 临到每一位 愿意在主的恩光之中 奋力为主而活 属神的儿女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宝慧师的感动与交通 与全体弟兄姊妹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谢谢主 因为你一直在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